炎炎夏日民众到野溪玩水可特别要注意了 日前在秀林乡的三战溪就发生了溺水的意外 有名外地游客因为失足不胜溺水 幸好同行的有人及时发现把人救出 在送医救治之后没有大碍 而当地的居民表示 在强震过后土石流不断 水的深度和暗流恐怕已经改变了 短时间之内建议是不要贸然的入水 回忆南志脸色苍白 缓慢地爬上救护车处理伤势 因为不久前他才在秀林乡三战溪 不慎失足溺水 索性一旁有人及时发现 才顺利将人救出 送医后也没有大碍 研判那地方原本就是一个 适合我们夏季去游玩的那个细水的地方 但是经过我们这次地震以后 我们三战溪目前下过雨 然后无后雷震雨的冲刷 以及土石流的状况非常严重 所以地形地貌已经跟以往是 完全是不太一样 其实这次地震的话 你光看吴明溪那边就有很多 那种土石流那边崩崩 还有更上游还有好几座 那就变成是说我们不建议今年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 我是大家长的话 我其实三战溪就可以光了 炎炎夏日 三战溪在过去是不少在地民众及游客 细水消暑的热门景点 但自从在4月份抢震过后 三战溪的中上游就发生谈邦情况 灾后溪水也稍微混浊 当地居民及消防队也呼吁 目前三战溪的水声及地貌已经大不如前 暗流恐怕也有所改变 为了安全短时间内建议不要冒然下水 记者许立清秀林香报导